回馈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而且也是很重要 就是一开始先有感恩的心 要有感恩的心 这也是可以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如果你在修行的过程 你没有感恩的心 如果没有感恩的心 你的修行不会有成就 没有感恩的心 你很努力很认真很精进用功 有一天可能你会看到一些残像 是不错 但是只要你没有感恩的心 你的心不会真正柔软 不会柔软 就一直停留在用自我在练功夫的世界 当一个人有感恩的心 他的心才会打开 才会柔软下来 一般人都觉得 别人又没有对我好到哪里 我为什么要感恩 我来这里 他们主办单位 他们承办的人 他们就应该要把什么都做好 应该要怎么样 让我们都无拘无束 无牵无挂的 在这里残修 我为什么要感恩 如果是一种心 这种心态 你再修个十年 二十年 也不会有真正的成长突破 只是在那里练功夫 很多人 他的生命 他内心痛苦 不安 所以他想要来修行 但是他觉得他内心的痛苦不安 都是因为别人亏欠他 别人不应该 在这个世间 他是受害者 他是无辜的 他已经做到多好 别人做不好 别人不应该 别人亏待 别人虐待 所以内心里面充满很多的抱怨 充满很多的不满 总是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 怪别人不对 怪别人不好 怪别人不应该 如果跟他讲说 你要有感恩的心 他就会讲 别人又没有对我好 我为什么要感恩 这个就是因为心生病 心受伤 有的是因为受伤 有的是因为心生病 如果你没有调整 来到有感恩的心 你的心真的很难打开 很难放松 那心没有打开的话 你没办法来到 所谓真正的静心 因为心没有打开 他就是绷紧的 他是处在紧张的情况 也就是他的内心是上紧发条的 那个发条是绷得很紧 所以一个人 你要真正能够让身心放松静下来 先要有感恩的心 当你感恩心一升起 你的心就会打开 当你感恩心升起 你的身心就会逐渐柔软 当你感恩心升起 你的各种障碍 就会渐渐的化解 如果你是抱怨 你的人生 你就自己处处在障碍 那个抱怨 它就是负变的能量 负变的磁场 你一个抱怨的念头 就是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设下一个障碍 如果说 比如说 你还在抱怨你父母亲 好 你就在你的父母亲之间 又不断在设障碍 不管你用什么理由 或是你是真正的受害也好 好 就算你是真正的受害 如果你现在还在那里抱怨的话 也就是你都还不断的在那里 让自己的人生不断在设障碍 因为那些抱怨 它就是负变的能量 所以就很多的坑坑洞洞 本来这个路是很光明 很平坦的 但是你这里一个抱怨 不是设下障碍 不然就是挖下一个坑洞 所以你的人生 你就会跌跌撞撞 所以跟大家免疫 真的 人要来到 要有感恩的心 希望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要练感恩词 比如说 我现在讲一下 讲个情况 一般 佛门道场 或是一般出家众 是练那个供养祭 因为这个以前我也练过了 但我感觉下来就是 练那个供养祭 你心中不容易生起感恩的心了 而且有时候还会容易形成 好像接受别人供养 这好像是正常的 这里面欠缺感恩的心的话 所以希望大家要吃饭的时候就要感恩的心 我们今天能够来这里修行 能够有这么好的殊胜环境 真的 你好好去体会 你就会知道 我有感恩 没有任何的可以抱怨的 各方面 大家发心 奉献付出 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 这是一个神圣的宝地 我们能够在这边精进用功 真的就是感恩 好好体会 当你越感恩 你就在你的人生的生命世界里面 不断的在创造 善因善缘 你越感恩 你的各种祝缘 就会越来越多 那个障碍的因缘 逆境逆缘 也会逐渐的变成好的 所以 抱怨的人生就是走向痛苦的人生 他的人生之路一定会越走越窄 不管你什么理由 如果你的人生生命常常处在抱怨 如果你能够来到 随时都是一个感恩的心 吃饭也感恩 做什么事情也都感恩 用感恩的心来做 有这么殊胜的环境 可以让我们精进用功 就是珍惜感恩 你能够这样的话 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光明 越快乐 越幸福 你的人生之路才会越来越平坦 越光明 什么叫做一切微心照 这个 这个都是 也就是 大自然给我们的是神圣的 各种境界 各种因缘 大自然给我们大家的也都是平等的 但是你要把这个神圣的世界 把神圣的生命 变成为 冲突痛苦 那也是自己在无明无知的情况之下 不断地在制造制造 然后往这方面去发展 而如果你能够你的心 你是朝向正向的光明的喜悦的感恩的 你的人生之路 就会越来越幸福 法界大自然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条件都平等 就好像说 我们这边的这个神圣的地方 都给我们同样的待遇 给我们同样的因缘 这里的大自然都善待我们每个人 空气大地流水都同样的 平等的善待我们每个人 太阳也是一样 所以客观的条件 都是平等对待我们每个人 而至于你能不能有所进步 你能不能有所突破 完成就看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心 我们有没有好好珍惜